哈囉,大家好,我是古都尋路的張曉仁,張曉仁是我 唉,滑鬼框,滑鬼框,滑鬼框,真的是讓我很抓狂 老實說,我們玩了鹿角角的時間啦,玩了至少五、六年有了吧 那為什麼會誕生滑鬼框這個東西,就是因為發現之前的板材 從我們最原始用的木板,然後一直進化一直進化到網板 然後到後面的白鐵籃,六角框、八角框,一層一層的那種 說真的,就是市售款的任何的背板,我基本上都用過 我的客人也帶來不少蜘蛛給我整理,他們也會帶來不少這種背板來給我試 我用到廠商,他們研發新設計的東西也會寄來給我測試 說真的,這種大大小小的東西我接觸多了,所以到後面我覺得說 應該打造一個專屬鹿角角的東西 而這種東西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東西 所以我就製造滑鬼框 讓它有這種伸縮功能,讓大家好猜測牙,不會因為白鐵籃 白鐵籃雖然是一個產房的設計,但是它卻很不人性的 很難去拆測牙,你也許可以把測牙挖出來,但是它原始根系保留 就極少不會很多,因為剪刀很難進入 那我就說這個就是一個改良的點,那我當初想是說用白鐵籃去改成滑鬼籃 但是後來我自己,親自找師傅去製作了以後,我製作了四款白鐵籃 四款,一個是雙溝洞的,一個是螺母的 對不對,那還有螺母配雙溝洞的 還有一種是,雙子滑電的,我做的是四種 這四種我做一做以後,我計算了一下成本 與售價,我覺得完全不符合 而且製作時間太長,工廠也不太願意接這個單 光是一個滑鬼白鐵籃 它裡面至少有,不算白鐵條的話 至少會有48個到60個的焊點 就只是焊那些圈圈上去 那其實白鐵跟白鐵鍵組合的時候 它會有滑動的跡象,它沒辦法像木框 與白鐵條結合會這樣子 那我們本身設計系的就是這樣 把不好用的東西改成好用的,設計出好的商品 創新不同的商品 因為你以前有看過這種滑鬼框的設計嗎 玩鹿角絕玩那麼久了,各位應該沒有吧 我敢說我的領路人是誰 我的領路人是蔡依林 她帶我進入鹿角絕的世界裡面 那也給我了很多鹿角絕相關的資訊 雖然說她一半就把我丟棄了 因為她就沒有在玩鹿角絕 她跑去玩遊艇了 所以她把我丟掉 她就從此植物界一概不理這樣子 那其實 我做出這些東西我也有給她看 她說這個商品的確跟以前的 往往的設計完全不一樣 其實我要說的就是 任何商品都是人家動腦想出來的 那你只是看到然後拷貝出來的東西 跟原本我們設想的東西 完全是兩碼子式 真的完全是兩碼子式 今天 我製作完繪圖完 丟給秋將的眼翰去做 她很用心的做 但是她做出來的東西一直被我打槍 我嫌她木料做的不好 我嫌她厚度不對 還有很多種種原因 一直被我媽一直被我打槍 搞了她自己心灰藝人 直到做出最後一款定案 偏心款的 不是在正中間 網目不是在正中間 如果有一個寬來說的話 她的網不是在正中間 她的網是在偏後這裡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大家有前面正面 跟後面背面可以用的 漏多漏少的方法去玩 因為 白鐵籃就是這樣子 白鐵籃就是我們的前車就是這樣 一開始白鐵籃出來是這樣 到後面台灣來改成這樣窄版的 再來又有寬版的 那很多人都說 有的為了要留下大量根隙 有的說 比較窄的 它比較好生產側芽 根隙一下子見光 那一下子就會有側芽 那我想想沒錯 所以我們的滑鬼框 就做偏心滑鬼框 這樣子讓大家側芽 可以選擇多跟少 多根隙跟少根隙去種植這樣子 那其實 我對仿冒者的感覺就是 你今天不去研究說 我們為什麼要做滑鬼框 你今天只是看到說 我講了一句話 不服 你就來製作看看 你就因為這句話 然後你就說 用這個當理由 當藉口 不斷說 我想要挑戰試試看 那可以啊 你要挑戰可以啊 我覺得非常好啊 因為 設計就是這樣被激發出來的 但是你今天挑戰我 你做一個一模一樣的東西出來 然後白鐵又做的奇怪怪的 對不對 然後側芽又假裝塞上去 假裝拆 我覺得說 你做的東西可以做再好一點 那甚至說你可以做完以後 你自己用 或者說你做完以後 找到原先設計者 那跟他討論 欸我設計這樣你覺得怎麼樣 好不好 那有哪裡需要改良的 我也想要賣賣看 你可以跟我溝通 那我可以教你 我甚至可以改良你的商品 給你設計這樣子 但是你卻什麼都沒有 你連招呼也沒有打 你就直接出來賣 賣個一天以後呢 半天以後 你發現事情不對 瞄頭不對了 私訊眼看去跟他講 在這之前你已經看到我們的商品出來了 你還是問他們說 請問你們用幾迷你的白鐵條 這樣會不會變形 這些截圖都有留著 那你後面跟眼看講了一大堆 失訊內容 我看了一看我也只能搖頭 為什麼 你說你自己買了一堆木料 那你這些木料就只能做滑軌框嗎 其他框你不會做嗎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要說 我買這些木料 那不然你幫我吞掉 嗯 木料每個人都有 怎麼運用 怎麼得體 對不對 不是說只有滑軌框框之後 其他東西也都能自作 對不對 然後 你就 跑去靠北 靠北版裡面說 我做兩個小時都做出來了 那很棒啊 你兩個小時做出來 我們做一個大概只要半個小時 然後咧 比時間有意義嗎 你只是看到我們東西去一樣化葫蘆做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沒有意義啊 因為你沒有創新 然後你到 也不算道歉 你說不想交惡 你跟我們提的是不想交惡 但是你做的事情 是真的不想交惡嗎 對不對 說難聽一點 你自己看看吧 三觀正的人看 應該會覺得很奇怪吧 下巴會這樣 哇 掉下來吧 對不對 然後你今天又做了一個六角框 說難聽一點 你在做這個六角框之前 我們早就把模型做出來了 我們做了一系列的測試改良 滑果框從第一代到第四代 不同的造型 不同的款項 為什麼我們最後決定小正方形 長方形 大正方形 而淘汰六角框 因為很簡單嘛 六角框的加工 麻煩 你做那個三頁造型的 三頁機車造型 YAMAHA三頁的 那個東西我們早在第一次拍板的時候 我們就畫出來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東西 不適用 所以我們做整個S軸Y軸 也是一樣這樣 乘重交錯的 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電腦螢幕齁 很清楚的就是這樣子 你的間隙是大小大小不一樣 我們的間隙是完全一樣的 你說你要創造一個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那更便宜的料 我覺得那個也不是錢的問題 那個是設計者本身 製作時間的問題 而不是去比便宜 對不對 你今天要拿給要幹嘛 那是你家的事 不是我們的事 對不對 那好比說指尖陀螺 一般市售款蝦皮很容易買到指尖陀螺 對不對 那跟這一款 設計家自己獨家設計的指尖陀螺 市面上買不到的東西 對不對 一個有發表一個沒發表 你要拷貝他很好拷貝啊 對不對 但是你真的做得出這種矽工嗎 你真的有這種三軸線C嗎 五軸線C機台嗎 有時候我們不想很認真的去面對這件事 我們做滑滾框的最初衷就是 我要帶來給人方便 說簡單一點 我要帶來給使用者方便 才去突破線框去做這種東西出來 而不是只是為了賺錢 說難聽一點 一個人賣400塊是要賺什麼錢啊 利潤就極低了 為什麼 公時 對不對 就算我們30分鐘40分鐘可以造一個框出來 但是用公時咧 完全不符合成本啦 完全不符合利潤啦 說難聽一點 只是在做一個網吧的而已 做一個網吧蛋的而已 做給路由用而開心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這是我們設計的初衷 我們就想要把東西推廣出去 而不是說 三不五只要跟人家戰爭什麼的 其實我今天錄這個影喔 我自己覺得很沒有意義啊 我說真的 我自己覺得很沒有意義啊 所以我就把這個六角框的設計 我送給你 因為你做的實在太爛了 太醜了 我看不下去了 你應該是不知道可以這樣轉吧 因為這需要有一點技術 對不對 你要在一個木頭這個面 然後鑽90度下去 你必須要做好這個輔助角 每一隻都不一樣 每個角都不一樣 這才是真正的挑戰 而不是像你那個 每個木頭都鑽正90度下去 這個誰都會啊 有一隻電動工具就能鑽 對不對 很簡單的設計啊 我不是打槍你的設計 而是你的設計你自己看的會浮嗎 然後你用一個窗簾掛鉤 白鐵窗簾掛鉤 用摩子釘打 那我請問你一下好了 摩子釘 木頭 碰水久了 會不會發脹 那你的鉤子 你說無釘設計嘛 無螺絲設計嘛 那你的掛鉤久了 會不會脫落 你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你只是為了反對 反對去做出這個商品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考慮到為什麼 大家後面會用螺絲釘去鎖 而不是用摩子釘去打 因為我試過太多實力 我客人拿來給我的板材 太多實力就是摩子釘打下去 久了木板爛的 摩子釘掉下來了 對不對 我這個錄影沒有針對誰 我只是想說 尊重一下設計者 你今天不跟設計者打任何招呼的時候 你就做這些事情 說難聽點 我們要怎麼對你 你要怎麼對我們 我們實在是不想要這樣 對不對 我們真的不想這樣子 你從點線面的一個線來說好了 設計是由點線面開始的 你有真正的了解到這個商品嗎 沒有 你只是覺得 小忍說要挑戰看看 然後我就來挑戰看看 你並沒有認真的去了解這個商品 所以你第一次做出來那個東西的時候 我真的無話以對 你怎麼會把線綁在滑軌上 綁在鐵條上 鐵條抽掉線就掉了 二代出來這個掛鉤 我更是 更是佩服你的勇氣 你知道白鐵籃 原本是沒有掛鉤的 那是因為我在Youtube裡講 白鐵籃的設計者 可不可以在白鐵籃周圍 加幾隻柱子 加幾個L角 讓人家好掛 繩子 後面的白鐵籃 才慢慢的用長角 長倒鉤的這一種 我沒有影響力很強 但是我講的話至少有人會聽 至少有人會懂 他們會懂這個設計是對的 那我們去做這個改良這個設計 讓使用者用起來更方便 對不對 白鐵籃從泰國引進台灣以後 台灣很多工廠自己做 很多人自己生產 很多 做了很多不同的樣式出來 大家都在競爭 都在糊口飯吃 對不對 那其實 說真的啦 以推廣的名義 我至少做了 問心無愧的事情 那你問心無愧嗎 現在時間 凌晨4點了 說真的凌晨4點了 那今天是 4月1號輿論節過後 4月2號 欸今天4月4號了 忙到真的忘記日期了 好啦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夜晚 或愉快的早晨 我是張笑臉 張笑臉是我 拜拜